民进党的的确确在塑造一个紧张的氛围来证明 只有他们才可以抗拒中国杀人的压力 这个叫做狼来了 也是最不要理的做法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 张有话许久不见的顾立雄 除了出手修理赖清德以外 他在9月6号出人一表之外的 找了海基会 找了陆委会跟台湾所有的亲自单位 召开中国大陆如何干预台湾选情的一个会议 这个会议的召开非常非常的荒唐 你说中国大陆要干预台湾的选举 你要事实拿出证据来 各位要知道啊 现在赖清德民调不高 他一直想要操作议题 这个操作议题的最好的模式 就是掀起反中情节 那过去2020 蔡英文已经操作过 那现在 孤立雄无风起了 他是一直想 他说台湾啊 每天饱受中国大陆啊 网军攻击啊 第二个 中国大陆就勾结了 部分台湾人士对大选进行干预啊 那你第三个他又讲 郭台铭 郭台铭执意穿雪 是不是中国大陆 他进行收益 就是说这些理论先非常荒唐 如果中国大陆真要干预大选的话 第一个他一定劝退郭台铭嘛 对不对 你说郭台铭要叫独立参选去搅乱 搅乱 蓝白之间的合作 如果按照中国大陆的逻辑的话 他应该会劝退郭台铭啊 让蓝白合作击败民进党啊 怎么会帮赖心得去开一条路呢 让赖心得笃定当选呢 就是换句话说 我们现在认为 台湾有很多的决策 是完全的不合理 为什么讲完全的不合理 就以中国大陆 叫郭台铭选 如果是中国大陆 他能够干预台湾的大选 他老早就可以叫郭台铭不用选了 那其次我们说过 他说他结合台湾部分人士 就把我张某人也算在内 我也不在乎 就是说 我现在所有讲的题目 通通是我自己的采访所得 难不成这些资料 全部都是中国大陆提供给我的吗 假如我有那么大的影响力的话 我就可以告诉各位 我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我干嘛弄直播 我干嘛分析台湾的选情 这个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 我们可以讲 顾力雄在蓄意制造 某些紧张的情势 来拉抬 民进党的选情 所以 令人意料之外 顾力雄居然可以召集 这一些所谓的情治首长 陆委会 海基会 等相关 大陆政策 制定或执行单位的首长 来开会 顾力雄坦白说 他只能够指挥一个单位 哪一个单位 就是安全局 就是蔡明燕的安全局 那其他的情治单位 你说 像调查局 隶属于法务部 你说情报局 电讯发展室 是属于军方的 然后你说警政署 是属于内政单位的 就是说 各位可以去看 蔡英文跟陈建仁都还在 顾力雄 哪有那么大的胆子 直接召开 八大首长的情治会议 然后指控 中国大陆介入台湾的选举 他的指控 当然他讲的非常的技巧 因为我们台湾大选没有开始 他说 避免预防 防止中国大陆 干预台湾的天群 这句话用什么意思 就是蓄域操作议题 除了蓄域操作议题以外 他还塑造出了一种形象 说台湾民主不保 一定是中国大陆搞的鬼 那换句话说 顾力雄这样子 大张旗鼓 唯恐天下不知 这种态势 你可以说 完完全全在为民进党服选 换句话说 可以确认 他是受到了蔡英文的指示 你可以召开 我可以告诉各位 顾力雄是一个幕僚组织 他没有行政指挥权 但是现在顾力雄行使 行政指挥权 在蔡英文 陈建仁 赖清德 都还在的情况之下 敲锣打鼓的 对中国大陆进行严厉的指控 我想他的指控 能不能站得住脚 是需要有更多的证据 截至目前为止 他没有提出任何的证据 但是他大张旗鼓的稿 那显然就要塑造一种 民进党输的话 就是输在中国大陆的手上 换句话说 一个没有证据力的指控 一个虚张声势的会议 然后再提出干预台湾大选 我现在建议顾力雄做一件事情 你把干预的过程通通跟选民交代 如果真有此事的话 我也建议 侯友宜 柯文哲 甚至于郭台铃可以不用选 就是说 今天台湾跟中国大陆之间的两岸关系 搞得见他怒涨 你老是去指控别人 对于你的威胁 但是你又不拿出实质的证据 就是企图以召开会议的方式 说我是预防啊 我是防止啊 我是努力的抗拒中国大陆 介入台湾的选举 那请问美国有没有介入台湾的选举 美国当然有啊 否则不侯友宜 柯文哲跟专心的干嘛去美国面试啊 所以我们今天看一个问题 用清醒的头脑 就可以指出四点很荒谬的结论 第一个 幕僚单位没有指挥权 顾力雄 没有资格去召集这些人来开会 谈中国大陆如何介入台湾大选 那第二个 既然你说是介入的话 你一定掌握百分之百的证据 我们不要求你把所有的证据公布出来 我们只要求两个 第一个 具体的试证 你只要具体的试证 那就好了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就是请请制单位 你发布一下 中国大陆如何介入选举 就可以了 这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 我们再来看这个问题的起源 这个问题的起源叫做无风起落 所谓无风起落 就是塑造紧张的戏份 然后告诉选民 中国大陆已经在危害台湾的大选 我们要提高注意 但是这种是狼来了 似的喊叫 有没有效 台湾选民智慧判断 第三个 第四个 可以这么说 顾利雄既然明目张胆 违背行政中立 站了出来 讨论这件事的话 我们只有用四个字来形容 违法乱纪 你没有这个权责 你去宣扬这件事情 你又召开情志 跟大陆事务相关首长会议 蔡英文必须要做处置 如果不处置的话 就是坐实了 民进党的的确确 在塑造一个紧张的氛围 来证明 只有他们才可以抗拒 中国大陆的压力 这个叫做狼来了 也是最不要脸的做法 抽屜 锃 锃 拼 重来